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look是油画感复古晒伤妆 我选择了更雾面的底妆 眼影也是直接用了这款加细 又是一款多用的颜色 眼妆和腮红都能用它 它的实际颜色就是初秋枫叶红 仔细看会有滤金的细色 粉质也是一贯的软弱好推开 上脸是暖绒绒的复古感 为了体现出晒伤的感觉 刷腮红时范围要大一些 用你把大点的刷子从脸颊到别样中部都要扫动 然后点上一些雀斑 这个颜色不调皮 白皮或者小麦色 刷上都会好看 是一颗适合浪漫秋日的枫叶色撒红 第三个look是超A的冷艳妆容 参加比较正式的场合就可以选择它 因为口红颜色比较突出 为了整体妆感的协调 选择比较低调的散红 才会显得妆容更加有质感 所以最后选择了Girl Cut这款好奇 雅光的焦糖瓦丽色 它的显色度很高 难得的是 即使是纯雅光的颜色 延展度也很好 不干色 这颜色上脸前的人酷酷的 很有气场 这次的腮红画法是斜刷法 我们把刷子这样倾斜点角度 以修纹的画法 面子稍微小一点 主要呈现条状 圆脸女孩想要加强气场 也可以这么画 重画法还会有瘦脸的功能 让五官看起来更加立体 好了 这次的三款腮红 搭配三个look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同的腮红质感和银色 对妆容会起到很大的改变和提升 希望这次视频 可以给大家的妆容带来一些敏感 希望你们会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